今天来说一下2001年发生在台湾的著名的洪若潭灭门血案 真灭门啊 话说这2001年9月6号下午3点来中 张滨工业区重原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苏全熙 有一张支票到期了 需要负责人盖章 就到公司负责人洪若潭 位于二林镇中西里中一路的住处 按半天门铃没人答应 他觉得不对劲呢 从来这家里好多人呢 翻墙进去之后 他发现茶几神桌还有房间里留着三封遗书 这三封遗书呢 都是留给他洪若潭的妹妹洪玉燕的 虽然说没发现别的东西 有遗书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苏全熙马上报警 洪若潭这老板不小啊 他这住处将近3000平 警方出动了好多人 鸡脚嘎啦开始搜 在房屋的左后边有个小型的花园 在这花园里呢 发现了一个全新的 可以装四个人的焚化炉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专业的焚尸炉 按说应该不会 可能是家用的或者商用 比较大型的那种垃圾焚化炉 所以作者拿能装几个人来给大家描述这焚化炉大小 也挺甚的 就说这焚化炉的旁边呢 还有一架研磨机 警方一看 这焚化炉门关着 伸手就想往外拽 拽不开 拿棍儿撬 那木头棍子一撬 嘎巴折了 警方扒着炉门缝 拿手电往里一照 这里头啊 有俩瓶子 玻璃的 里边呢 都装着大约三分之一的不明液体 另外 还有两具已经烧焦的骨骸 警方一检查 这焚化炉啊 挺先进 自动控制的 被设定成连续两次两分钟高温燃烧 另外在旁边的研磨机里 还发现了一块骨头 好像是人的 另外 还有一些不明粉末 警方呢 赶紧把在焚化炉和这研磨机里 找到的东西送去做鉴定 鉴定他需要一定时间 先看遗书吧 这里边写着 家里有三个小孩 都已经被烧死了 你们也别找了 骨灰都已经洒向了大海 通过现场勘察 除了焚化炉里的两具骨骸之外 见识人员在洪若潭的住处 没发现任何的血迹和药物 没有发现其他三个小孩 遇害的蛛丝马迹 警方心里也有点犯嘀咕 说这仨孩子都给错骨扬灰了 是真的吗 会不会 他们家院子可挺大呀 会不会埋了 吹哨 能来的人全来了 街坊邻居没事的 警察全来 一人发一把大铁窍 就在这洪家院子里 呱呱呱呱呱开始挖 那么大一院子 产些些二尺 你架不住人多呀 人那是没找着 但是呢 发现了一堆燃烧后的灰烬 一看呢 都是一些资料和他们家的照片 烧的那叫一个干净啊 以至于在洪家大豪宅里 一张他们家人的照片都找不着 警察没辙 最后呢 还是在洪家子女就读的学校 勉强找到几张照片 这洪若潭呢 生前买卖做的还不错 你看他这大豪宅 另外众援公司就是他的 专门生产销售交代和贴纸 他呢并不务农 家里边都是农民有地 他发达了 当兄弟们跟他借钱的时候啊 他就让这些人呢 把自己家的地抵押给他 是个生意人 你借款 借款得有抵押物 亲兄弟明算账 必须这么办 他这三千平的大豪宅呀 就是建立在这些田地上的 可能是两边的政策不一样 在大陆你要这么干 属于违法的 分分钟就给你拆了 说回来吧 洪若潭的母亲亲娘 都觉着这孩子有点不近人情 亲兄弟呀 你把人地产都给霸占了吗 看见你我就生气 房子再好 没有用 我不跟你一块过 哎 他们家房子最大 最有钱 他妈根本就不来 洪若潭这人呢 也比较毒 谁不来 不来正好 他这三千平大豪宅 外带三千平花园 一圈建起了高墙 里边养上狼狗 虽然说非常的漂亮 但是让人看起来呀 却像是不可接近的城堡似的 虽然张化县二林镇 这是个乡下地方 洪若潭的豪宅 也是在自家地上兴建的 但是他特别设计规划的庭院风格 和选用的建材 您看上去啊 确实是个大宅门 按当时市值估价 大概值两亿元台币 周围的乡亲们呢 也觉得洪若潭这人 性情古怪 不好相处 有洁癖 但是这种人呢 他也有好的一面 比如说做事 工整 干脆 因为他本身不尽人情嘛 所以办事完全就按规矩来 一是一二是二 丁是丁 某是某 他一共有三名子女 长子洪崇福 二十岁 是中原大学物理研究所的新生 二儿子洪崇仁 二十三岁 就在自己家的公司上班 小女儿叫洪梦渝 十九岁 在台南县志远管理学院上学 洪若潭的原配夫人 十多年前车祸去世了 过了时间不长啊 他又续了一房 这媳妇叫姚宝月 洪若潭这人控制欲非常强 家里所有的事 必须是他说了算 家有千口 主事义人 所有人都得听我的 所有事都得听我的 谁敢提不同意见 你要烦呢 包括再婚之后 他和太太商量 不生其他的小孩了 不想让前妻的孩子们 觉着他不爱他们了 生出小宝宝来偏心了 新媳妇姚宝月也同意了 洪若潭这人干事 真是干净利落脆 马上到医院做了个劫扎 当然不是扎他自个儿啊 把他媳妇给咔嚓了 在血案发生之前的两三个月 二林菜市场呢 突然贴出了一张 没有署名的大字报 上面写着 洪若潭抢弟弟的财产 本来地方就不大 解放邻居一看 哎呀这回可有的闹了 议论纷纷 他母亲的住处 距离这菜市场 不到两百公尺 挨着 据有人说呀 是因为老太太 经常向别人呢 说洪若潭的不是 气不过 有邻居就替他 写了这张大字报 给他顺顺气 这都是坊间传闻 没有经过证实 这个事儿出来之后 洪若潭一个二十多年的哥们儿 二林端园咖啡厅的老板 洪文端曾经劝他 说阿潭哪 街坊邻居都骂你不笑 家里的事儿你得处理妥当 别让人家看笑话 洪若潭一听就蹦起来了 贷款都是我还的 两个弟弟一人一栋房 我抢谁的财产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洪宅的所在地啊 是祖产祖上传下来的 洪若潭的爸爸 贷款三百万没还上 这笔钱后来是洪若潭还的 他就认为 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这祖产理应归他 当初他在这儿建花园别墅 家里人都不同意 不能都归你啊 是 这钱是你出的 但咱们是亲戚 你是不是给我们留点 洪若潭当然不乐意了 这人就这样 别跟我提感情 提感情伤钱 你们这叫道德绑架 我出的钱 地还得归你们呢 要不你们把这三百万还给我 你们在这儿盖花园别墅 没人说话了 谁也拿不出来 他就把大豪宅建在了这儿 洪若潭在遗书当中写道 十多年前续贤 至今未得家人谅解 可恶的是双亲 为了一点私利 离间我们夫妻和孩子间的感情外 在亲戚朋友前 说出即做不当的言论与举止 令人无法生存下去 这么看起来 他家庭不和睦 还有邻里间的闲言碎语 似乎是他寻短见的主要原因 他的朋友也认为 洪若潭是非常非常的爱面子 受不了人在后边指指点点的 但是检察官认为啊 除了家庭不和 财务困难 才是他寻死的主要原因 他的重源企业 专门生产自沾商标纸 这工厂呢 原来设在台北 经营得不错 后来他打算 在张滨工业区扩建厂房 可是新厂房运营之后 却赶上了经济不景气 两亿多的贷款 弄得他是焦头烂额 为了挽救公司 他以工厂设备 还有住宅土地作为抵押 陆陆续续的 向台湾引起二林分行 贷款了两亿六千万元 同时呢 还有民间借贷七千六百万元 除此之外 还向地下钱庄借了钱 但是实际数额不明 洪若潭在执行 他的完美死亡计划之前 9月3号到4号中午之间呢 还处理了十多笔借款 他跟朋友们表示 没还清的 可以到家里搬东西抵债 他媳妇姚宝月 还将小儿子 一笔十七万元的存款 领到只剩一百多了 其他的都用来还债了 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来 洪若潭重信用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看出 他的财务问题呀 确实是不清 难以翻身了 他死了之后 债权人呢 都向法院提请扣押 三千平豪宅 五部名车 马上就面临拍卖了 众元企业也陷入了停工状态 这么看起来 家庭和财务的双重压力 都是逼他走上绝路的原因 咖啡店老板洪文端说 洪若潭这个人呢 个性求完美 超理性 只要认为是对的 谁也改变不了他 可一旦错了 就很难回头 这种所谓的求完美 超理性 其实呢 也反映了他个性极端的一面 张宾工业区厂商协进会的 理事长洪锦方说 洪若潭呢 一谈到时局 情绪就会很激动 好几回在公开场合说 要组成赶死队 放火烧了效率不张的立法院 民国九十年二月九号到八月十三号 洪家二儿子洪虫人的日记本里 出现了如下的记载 晚上回家 爸为了奶奶的事想死 奶奶的事不知何时才能落幕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奶奶的事搞定 中午和妈妈谈奶奶的事 真没想到连妈都想死 爸问我 如果他要去死 我会跟他去吗 爸说 如果他死了 留我们三个人会给人瞧不起 但是我不同意爸的看法 儿子的反对 改变不了洪若潭 带着全家赴死的决心 以他追求完美的性格 连死亡都要计划得精确 周想把心爱的人和物全都带走 他特别定制了焚化炉 当然不能跟人说是烧尸体 他得说是烧垃圾的 这焚化炉拿回来 到底能不能恋人 他心里没底 把家里的大狼狗给勒死了 扔炉子里给烧了 一看挺好 烧得挺干净 他这才放下心来 又把大狼狗的骨灰扫出来 放进研磨机 应该管他 近期的是片 出来全是末 特别匀 他把这骨灰全都倒大海里了 一根毛都没留 根据警方的追查 洪若潭夫妇最后的行踪 是出现在洪家附近路口的监视器里 那是9月5号凌晨4点37分 这两个人一起开着车 往二林路邮局的方向去 计算车程 分析出是外出去寄遗书 因为他们大概4分钟之后返回家里 路口的监视器也记录下来了 等到清晨5、6点钟的时候 就有邻居听见了焚化炉运转的声音 那可能就是洪氏夫妇自焚时候发出来的 警方在主卧室发现了喷溅状的血液 并不多 一检测是洪若潭的 这伤口应该是针头导致的 警方推测 是他们俩回家之后 他先给姚宝月注射了麻醉剂 之后又给自己打 两个人在要力发作之前走到后院 进焚化炉之前 还把俩人的拖鞋摆放得非常整齐 洪若潭一边抽着宝岛盘香烟 一边设定焚化炉的温度和时间 这个时候 姚宝月已经先躺在焚化炉那种带轨道的平台上了 当时这要劲上来有点意识不清了 洪若潭趴在妻子身上 慢慢的把这个平台车推进焚化炉 接下来他自己也钻进去 在里面拿手电照明 先用粗铁丝把这焚化炉的门给他反锁上 省着自个儿一会儿受不了再给踹开 他是真下了决心了 铁丝套到门上之后 拿这老虎钳子又给拧了好几个个 根本就掰不开了 但是洪若潭可能天生比较抗麻 要不然呢 就是药量不够 当炉内温度升高的时候 他还没有进入深度昏迷 那哪受得了啊 开始挣扎了 这是本能啊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挣扎 踹松了反锁炉门的铁丝 导致焚化炉里 没有办法维持一千摄氏度的高温 使得两个人的尸骨没有被完全的烧尽 也正因为这样 警方才取得了DNA的样本 证实了这对上半身焦黑 下半身已经变成骨灰的尸体 就是洪若潭夫妇 通过进一步的检测 洪若潭的气管内壁残留着气泡和灰碳 姚宝月的气管里什么都没有 这就显示啊 姚宝月当时深度昏迷 而洪若潭还醒着 她是被活活烧死的 洪家的子女都已经成年了 洪若潭是怎么对他们下的手呢 见识人员在洪虫府房间的床罩上 采集到了微量血迹 通过检测 是他或者是他弟弟洪虫忍的 在孟洪于房间的床罩上 也检测到了他本人的微量血迹 两处血迹都是点状分布形态 就好像是注射针头导致的 另外呢 在房间的橱柜里 找到了一个电棍 还有耗材 警方在三个人的房间里 各发现一副眼镜 位置都好像是睡前自然摆放的 警方有此推断 洪若潭呢 可能是趁子女睡熟的时候 给他们打了麻药或者是用电棍 把他们制服的 之后呢 他又把昏迷的儿女分别放到单轮手推车上 上面再盖上雨衣 推到后院焚化炉里 焚烧炼化 研磨成粉 洪若潭在他的住宅和公司里 一共停着五辆汽车 经过鉴定 有两辆车上有海沙和海水的成分 这就和他遗书里所说的 已将三名子女的骨灰 洒向大海这个情节吻合了 只不过呢 警方之前虽然在研磨机上 找到了少许的骨灰 还有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骨头 但是因为高度碳化 烧得太干净了 没有检测出DNA 所以难以对比 是不是洪家子女的骨灰 按照时间推断呢 洪家的三名子女 可能是9月1号晚上9点12分 到9月3号这之间遇害的 最可能的是2号下午被焚尸 检察官陈德芳认为 生得见人死得见尸啊 虽然有很多间接的证据 但是还是要慎重 当时呢 他一直没有签字结案 直到八年之后 这三名子女才被官方宣告死亡 谭若红一共留下了三封遗书 其中一份呢 是手写的 另外两份是复印件 内容完全一样 是留给他妹妹的 内容呢 除了咱们前边说过的 埋怨他的父母和周围的街坊之外 还提了一个小要求 希望呢 他妹妹把他们夫妻二人呢 也磨成粉 洒进大海里 不举行任何仪式 不入祖先牌位 一切回归大自然 新的末尾还加了一阔壶 磨粉机器 在焚化炉变 台湾引起二林分行 在把他所有的家产 跟企业资产拍卖之后 他的贷款呢 还上了一多半 但是还剩下 好几千万的大窟窿 你找谁要啊 真正借钱的人死了 子女死了 剩下的亲属 放弃继承权 实在是没地儿要去了 自认倒霉吧 只能把这笔贷款呢 列入到呆账里 想起来之前有人说过 真正的免死金牌是什么呀 是你在银行的贷款 贷的钱越多 越死不了 不管你犯什么事了 法院那儿刚说判斩立决 拉出去枪命 银行就找人跪着哭来了 给你求情来了 该活动底下给你活动了 可别把他给杀了 他欠银行二十个亿 他要是避了没人还 国有资产流失啊 你们可得想好了 法院一琢磨 是啊 斩立决就能变成死还 待个十几年出来了 二十个亿不见得都能还上 但是还点是点啊 留着这条命还是有用 话说 命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年 就有乡亲传出来了 说有一天晚上啊 看见洪若潭回来整理花园 还牵着那几条被他烧成了灰的大狼狗 同一年 还有两名不怕死的小青年 自称呢 要闯这幢鬼屋 两个人呢 是半夜翻墙进去的 偷了一幅山水画 还摘人两个整流器 你说说 从洪家出来之后 他们俩到处显摆 逮谁跟谁说 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 三传两传传到洪家人耳朵里了 洪若潭的弟弟上警察局报案了 这都不用查 找个人一问 谁跟你吹来着 他们俩 他们俩 直接就给抓起来了 一个姓王 一个姓洪 按照盗窃罪 依交法办 他弟弟呢 日后还曾经说过 曾经有摄影师啊 想要偷偷的进宅院拍摄 翻墙的时候 把腿给摔折了 不过这恐怕呢 也是洪家人 想要阻止旁人入侵的一种 恐吓式的说法 有一回呢 二林分局刑事小队长邱英明 到着众员公司去搜证 拿着数码相机拍了十多张照片 回来之后呢 死活打印不出来 不知道什么毛病 您说是相机坏了 卡坏了 现有问题 打印机出毛病了 都不是 他这相机里头 还有小队长啊 今年和自己家人出去旅游的照片 你打这个 一按那边 啪就出来 诶 众员公司的照片 怎么按 没反应 9月13号的时候 刑事警察局 见识人员 第二回来到洪宅 下午呢 他们想查一下 洪家这几辆车 一辆捷豹 一辆沃尔沃 一辆陵墓 等着人那叫 机架 富豪 陵墓 看叫的都一样 警方还调了一辆 举声机 要把这车呀 给他抬起来 看看底盘上 有没有沾着海沙 就说这 见识人员 拿遥控器 打开车库的铁门 发动这辆沃尔沃 铁门呢 哐啦啦啦啦啦啦 卷上去之后 人刚要往里走 哐啦啦啦啦啦啦 他又降下来 三十多厘米 在场的 洪若潭的弟弟 洪秀门说呀 他哥 最喜欢的 就是这辆车 可能是不愿意 让你们动 别着急 我这拿点香 拜拜 点起香来 拜了一下 跟他哥哥念叨 这是为了查案 管你清白 给你洗冤 万一你是 被人害死的呢 再往下查 铁门没动 之后呢 这些见识人员 开始查那辆捷豹 刚进这车里 就见那铁门 哗啦啦啦啦啦啦 咚 撂下来了 没有任何人操作他 大家伙都是一身白毛汉 就盯着这门 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就看这门 咚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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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他又升起来了 洪秀门一看 妈的妈 我的姥姥 亏了今天 香煮指钱 没少带 赶紧 又摆上香案 接茬烧香 接茬拜 接茬念头 哎 焚香之后 这铁门 才安静下来 之后 当举声机 把那辆 吉普车 给拖起来的时候啊 这车的机油 突然哗哗的 往外漏 撒了一地 他的家人说 红若潭哪 有洁癖 不喜欢别人乱碰他的东西 你想吧 其实都很好理解 一个灭门案的现场 平时哪有人来啊 这电动的门帘 卷帘门 你老不用 他难免出问题 上上下下的 再说这吉普 突然漏机油 你这举声机 前面是俩大叉子 没准你往下储的时候啊 把人油底壳给碰漏了 他能不往下撒机油吗 这都属于比较好解释的 不好解释的也有啊 红若潭 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说 发生命案的那天晚上 他就做梦了 红若潭低露着手提包 到他办公室 他问 红总 最近去哪里啊 好久不见了 红若潭笑着说去大陆了 可这有人在梦中也知道 他已经死了 就想避开他 找个理由跑出了办公室 而红若潭呢 却在他后边紧紧的追赶 一边追一边喊 我要找你 你还跑得掉 在梦中 他的这位朋友 一直跑到二林镇菜市场 这才惊醒过来 一身的冷汗 接连三天 他白天都是昏昏沉沉 晚上都是同样的梦境 第四天呢 他找人去收京 才不再做梦 红若潭的母亲也说 儿子去世之后 在旧历年之前 他经常梦见儿子 在梦中 红若潭一言不发 就好像是要提醒老太太 去烧香祭拜他 2006年的时候 原本无人问津的这 这红家兄宅 被退休的医师 李世杰给买下来了 学医的讲科学 不信这个 再讲成这么好的房子 卖的也便宜呀 我来吧 房子买下来之后 他又投了大笔的资金 兴建休闲娱乐设施 让这个原本荒烟漫草的 红家兄宅 变成了一个休闲农场了 成了当地居民休闲的去处 这位李医生啊 好交朋友 不是天天锁上大门 不跟人往来的 打开门 我院子里好玩 来带着小孩 上我们院里玩来 老头老太太 来上这晒太阳喝茶来 欢迎 这个案件呢 到这咱就说完了 小尾巴也讲完了 彩蛋也打开了 细细地回想起来 还是觉着洪若潭的死法 最恐怖 意识清醒的状态下 被在这焚化炉里 生生地炼成了灰